休斯顿火箭跟金州勇士上赛季在西区决赛大战7场才分出胜负,两队的恩怨也延续至今,本赛季,火箭三次战胜勇士,虽然勇士胜率不如上赛季,一路走来没有像前几个赛季那么顺遂,但勇士仲将仍然充满信心,相信他们能在季后赛先翻勇士,不过勇士从不让步,在赛季开始前,安德烈伊格达拉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, 如果他在西区决赛没有受伤,勇士肯定不会把系列赛拖到第七站,如果我健康,系列赛很快就会结束到一把 反正到最后,信急的也是我们,伊格达拉表示,不过,克里斯·鲍尔显然不同意伊格达拉这种说法,对伊格达拉的说法做出了回击 他在接受雅虎体育采访时表示,伊格达拉是怎么说的,如果他健康,就能横扫我们,那他就是真正的X法克托洛,这就是大家需要的笑点,对吗? 克里斯·鲍尔塔金斯·萧斯·阿特·安德烈伊格达拉 信我们有实力战胜他们,便是唯一一只能在季后赛淘汰他们的球队,联盟强队是有很多,但我相信我们是唯一一只能制造危机给他们的队伍 鲍尔表示,我总能为自己找到动力,我不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,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要严格,推荐阅读影片傻眼,无哈登火箭15-0梦幻开局打傻勇士,克尔场边无奈看戏不含羽胡子并列火箭对时单场三分记录,等待四个月回归却勇气投一众打脸众人 关键字,安德烈伊格达拉克里斯·鲍尔火箭金州勇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